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至今 香港累计死亡近6000宗 其中9成未接种颇位打齐疫苗 而这其中有以高龄长者居多 对此负责统筹接种计划的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 3月21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香港长者疫苗接种率低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特区政府会想方设法推动疫苗接种 未来一个月内情况有望显著改善 第五波疫情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接种疫苗跟没有接种疫苗 感染后的情况是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这个疫苗是具有减少 重症跟死亡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 在第五波疫情里面 90%的死亡的个案 他们都是没有打疫苗 或者是没有打齐两剂的疫苗 其中也是长者比较多 特别是80岁以上的 也是占得超过一半 所以看到了这个疫苗的接种是非常重要的 聂德全表示 过去一年来特区政府积极推动疫苗接种 目前香港12岁以上 已接种手机疫苗的人口超过9成 已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口超过8成 但是在长者和儿童方面 还需要尽快将接种率提高 在儿童方面 因为他也是在一月份下旬才开始接种 所以时间比较短 现在都已经超过57% 我们会继续推动 儿童接种疫苗 讲者方面的情况 现在我们是60岁到69岁 已经打了一针的也差不多9成 70到79岁的打了一针要8成 80岁以上的打了一针 大概是56%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在讲解这个群组 接种的比例是比其他的 特别是20岁到60岁的族群是低的 这个也是造成在这一波疫情里面 很多长者没有打疫苗的 然后他们感染后的 死亡的风险就是很高 聂德全表示 特区政府一直积极推动 长者的疫苗接种 但长者的接种率仍然偏低 对此聂德全认为有三大因素 第一 媒体跟社会上有一些人 对疫苗的信息发布不正确 还有也有一些呢 是默黑这个疫苗的这个人论 造成了特别是老人家 很多的误解 第二呢 老人家通常呢 都是有很多这个强气的病患 他们就很担心 打了针以后 这个负责任的问题 还有就是他们能不能打针 所以这个也是做成一个 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不愿意马上打针的原因 第三呢就是 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的医护界的医疗人员 也是对打针是比较保守的 这样呢 就这个也是影响了 这个打针的积极性 聂德权表示 针对影响了长者接种疫苗 进度的三大因素 特区政府采取了几方面措施 我们就是积极向这个老人家 跟他的家人给疫苗的信息 让他们知道打针的重要性 还有安全性 第二呢 就是老人家自己能决定的 他同意就可以打针 如果他这个老人家自己不能决定 他的家人如果是反对 请他来一个书面的反对 也明白其中的风险 然后呢 如果这个医生看到合适了 其实没有书面反对的 就可以接种 所以透过这一个呢 这个进度也加快了 另外呢 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医护人员 去这个老人院打针 从原来的五队 增加到十六队 不同的医疗机构组织 去阿脑院去打针 也是增加了这个速度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 在未来的四个星期 我们的外展医疗队 会再去每一个院设 最少两次 为他们打第二针 还有为一些贪腐之后的 打第一针 所以这个呢 是未来我们四个星期里面的计划 也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阿脑院里面的 还没有打第一针的打完 然后呢 把可以打第二针的 也是把它全覆盖 所以我相信 在未来一个月 我们可以把这个 第一针的比例 提高到90% 聂德权表示 香港阿脑院社 接种疫苗的基本原则 是知情接种 他指出 在香港的阿脑院 估计有不到10%的 长者及其家人 还是反对疫苗接种 对此 特区政府将采取多种举措 提高长者的疫苗接种率 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求 每一家的院士 把一些人员反对 疫苗接种的 把它找出来 然后呢 我们的医护团队 会直接跟他们的家人联系 再给他们谈 这个疫苗的重要性 安全性 特别是经过 特别是经过第五波疫情的 很多的死亡的个案 也希望他们呢 会改变这个心意 另外呢 现在我们的院舍里面 已经要求 从3月14号开始 所有新加入院舍里面的 都必须要打完针 就是打了一针 八个星期以后打两针 所以呢 未来啊 其实在所有的院舍里面呢 所有住的院友 都必须要 应该是接种疫苗 谈及公务员团队 参与抗疫的问题 聂德权表示 特区政府在防疫抗疫工作上 负有主体责任 全港有18万公务员 有超过七成的公务员 投入了抗疫的相关工作 我们算了一下呢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岗位 有超过七成的 就是14万的公务员 投入有关抗疫的工作 如果你看这14万的公务员呢 是大概的是这样情况 第一呢 我们有一些核心的政府部门 承担有关抗疫的工作 主要呢 还是这个食物级卫生局 卫生署 还有这个食丸署 另外呢 在地区里面呢 民政事务局 民政事务总署 劳工及福利局 社会福利署 等等 这是可以说是核心的 抗疫部门 当然了 公务员事务局呢 我们也承担了 有关疫苗接种的计划 所以总体加起来呢 这里也有三万多的员工 是属于这个核心的 抗疫部门 另外呢 我们有差不多七万的 居住部队 他们也是承担了 比如说 管理 一些社区隔离 社区检疫 设施的工作 也有一些的 追踪办的工作 等等 所以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他的部门呢 他们本身的工作 可能跟抗疫 没有很多 急着的关系 但是 他们也动员起来 投入 参与有关的 抗疫工作 当中也差不多 有四万多的人员 谈及香港与 内地公务员的区别 聂德全表示 内地与香港 在社会管理 社会制度方面 是有分别的 但是 两地抗疫的 总体目标 方向是一致的 在内地呢 整体这个集体意识 也是比较强 在香港呢 可能是 个人的意识 是比较强 这个是解释的 为什么 可能在抗疫的 措施 政策 做起来的时候 两地是有一些分别的 但是总体的目标 方向是一致的 就是在 在疫情 爆发的时候 我们要防止 它的爆发 如果出现爆发的时候 要尽快把它压住 也就把它清取 然后保障 人民的生命健康 安全 当被问及 未来特区政府 抗疫的目标 时间表和路线图 聂德全表示 将继续积极推动 疫苗接种率 以及提升 香港医疗系统的 治理能力 未来香港要 走出 这个第五波 避免 下一波的疫情 让香港 尽快地能 回复正常 有两个是很重要的 第一 我们必须要有 高的疫苗接种率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医院 的系统 有足够的能力 来处理 重症 减少 死亡 在疫苗接种方面 我们未来的目标 就是说 要把 争取在 四月底 把 打第二针的 十二岁以上的人口 提高到九成 在三岁到 十一岁的儿童 把它提高到九成 然后让 他们能 回到学校 上课的时候 减少 爆发的风险 第三呢 就是在 阿脑院里面 打第一针的 比例 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而公务员的 调动方面呢 就是 我们基本上是 在 所有的 部门 维持 紧急 跟必须的服务 然后 在 政府的 抗议 工作上 积极 投入 全 动员的 来做这个事情 其中 有一点 是很重要的 整个 抗议 的工作 特殊 政府 在抗议 工作上 是负有 主体责任 同时 也要 团结 社会 各界 充分 利用好 社会的 资源 民间 企业 等等 的一些 力量 还有很多 的志愿者 他们 愿意 投入 有关的 抗议 的工作 把它 调动 起来 结合 起来 才能 最大效果的 去做好 这个 抗议 的 工作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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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